我沒有戴眼鏡 但是我知道那個內容 我想重點在尊重原住民的語言 憲法徵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 國家肯定多元文化 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 我要請問您的是說 您覺得原住民族的語言跟文化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 為什麼重要 因為這個是任何一個族群最基本的價值 那您知不知道教育部跟原民會 在2005年已經公佈了一套拼音書寫系統 包括我的名字就是用這一套拼音書寫系統寫出來的 我了解我知道 那這一套書寫系統是不是合法的 應該是當然是 是合法的 那如果說它是合法的書寫系統 為什麼在1990年代 2010年、2014年、2015年 當有原住民族的候選人 要求在公報上刊登自己的名字或者證件的時候 中選會拒絕了 我想跟委員報告 就是名字跟那個證件 我想是分成兩個層次來講 因為姓名 2010年、2014年跟2015年 應該說2010年、2014年 這兩年都有候選人 要求以羅馬書寫系統並列 漢人看得懂的漢字 來書寫證件 為什麼中選會不願意接受 我們那時候有講說 因為這個在選擇 好我讓這個主委來回憶一下 當時中選會的決議是什麼 好首先第一個決議是說 選舉公報之目的是為提供所有選民 知悉候選人證件之管道 與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的目的 是為族語保存教學與認證的需求不同 而且為了避免以特定族語刊登 對使用其他語言的候選人之選民造成不公平 選舉公報原住民證件應以本國文字為憲 不宜與羅馬拼音並列刊登 首先原住民族的書寫系統 是不是只是語言教學的工具而已 我想請問你 關於這個部分請指教 當然不是 原住民族的拼音書寫系統 是記錄我們的語言還有文化 甚至個人身份認同非常重要的工具 當然不是中選會的共議的委員會所說的 只是為了學生主委認證考試為了加分 當然不是 另外我想請問你 您說以本國文字為憲 有哪一條法律規定本國文字是漢字 請你現在告訴我 有哪一條法律規定本國文字是漢人看得懂的漢字 才叫做本國文字 有哪一條法律規定 有哪一條法律規定 現場有非常多的法律專家 我告訴你 我們查過了 應該沒有 沒有 沒有任何一個法律規定中華民國的國字 叫做漢字 第二 您當時拒絕了這位候選人的原因 目前原住民族有14族 語氣各不相同 選舉公報原住民政見 如準語刊登羅馬拼音 究竟應以何族語為準 恐有爭議 就是您剛所說的 您把事情複雜化了 所以我們有42種不同的語氣 這是一個事實 沒有錯 但是候選人其實是很聰明的 我繼續先念完 您說很多族有爭議 而且以羅馬拼音刊登之政界內容 因語言語法拼音不同 與我國文字的語法不同 其他各族如果無法了解其意涵 當然會引發公平性的爭議 首先我要告訴您 這個是2010年的 11年的回函 所以當年只有14族 現在有16族 但是候選人當然會用 他自己的民族語言的拼音 來書寫 候選人當然也很清楚 他一定會用 比較多選民的 這一個語言的拼音 來書寫他的政見 第三 當年的中選會還回函 選舉公報原住民政見 等於採本國文字 與羅馬拼音並列刊登 於字數計算 審查內容 編教分送等作業 現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亦無相關配套規範 並列刊登羅馬拼音 有其至愛難行之處 我想請問主委 中選會沒有辦法 編教分送這一些政見 難道是援助民族的責任嗎 難道是援助民族的候選人跟選民 應該要負擔的責任嗎 報告委員 我想我們的重點在講說 其實在體制上 做一點變更是必要的 在沒有變更之前 我想我們沒有辦法執行 我們重點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會沒有辦法執行 中選會不是有非常多專業的法證專家 為什麼會沒有辦法執行 我們只能 我想這個像委員報告 就是當時我們這個委員也提出來 就是說我們的那個人員 在選舉的規定的期間裡面 不太可能去審查那個內容 好我想這個行政機關的 對原住民族語言的無知 沒有辦法用來說服我 說因為這樣原住民族不能用羅馬字 來書寫拼音證件 我自己有一個實際的案例 在今年的總統大選前 而且我在特別在知道你們的選舉公報 也都還沒有印出來之前 我親自送了一封信 到主委到中選會 親自走過去 那這封信呢 是請中選會 可以來我們來看這個選舉公報 中選會呢 可以希望並列我的這個羅馬字 並且呢要讓羅馬字優先書寫 我知道中選會一定會說 要跟戶籍藤本一樣 那沒有問題 戶籍藤本上有漢字有羅馬字 但是我希望公報上面 可以先行我個人所認同 我的身份的羅馬字優先 讓漢字 也就是只是方便漢人閱讀的漢字 放在下方 我希望中選會可以做到這一點 因為我的戶籍藤本上 也是有這兩行字 中選會要我按照戶籍藤本的名字來登錄 那我就按照 只是希望您可以讓羅馬字優先行 那您當時您所帶領的中選會拒絕了 您的語言是 您的這個理由是什麼呢 我們看下一張 您的理由就是 要求我用本國文字在前 我要再問一次 到底有哪一條法律規定 中華民國的國字 是漢字 請這個主委回答我 包括委員 是沒有這樣的法律規定啦 我想我們的主要的理由在說 我們的選舉人跟候選人的依據 都是戶籍 那我們那個根據戶籍上 如果沒有任何一條法律規定 為什麼你要寫這樣的文 來回覆原住民籍的候選人 您可不可以告訴我 有哪一條法律規定 中華民國的國字是漢字 尤其在2005年 當教育部跟原民會 都拿著我們的拼音文字 來教我們的孩子書寫的時候 為什麼中選會要說 不得以本國文字優先行 必須以漢人看得懂的漢字 來優先行 寫我們的證件 寫我們候選人的名字 所以我認為喔 中選會其實應該要面對這個問題 如果按照中央選舉委員會的組織法 我們的主委 副主委是由行政院長提名今立法院同意的 而且這個組織法裡面說 本會的委員應該領選 是由法政相關學士經驗的公正人士來擔任 您剛剛看到的這一些 各位剛剛所看到的這一些 來自中選會的決議 都是領選出具有法政相關學士經驗的公正人士 做出來的決議 沒有人說得出來 本國文字是漢字的法理的基礎 但是卻不斷地用這樣的文字 這樣的回函 來回覆原住民族的候選人 所以我認為 主委 我認為中選會其實應該要改革 所謂的改革就是 包括中選會的主委在領選各委員的時候 必須要兼顧不同的面向 尤其今天這個場合更加重要 我們看見了選罷法有那麼多的委員 針對原住民族的選制要求提案 包括要不要進行不在即的投票 包括選區要不要重新化 包括原住民族的文字 可不可以拿來列為政見等等的 中選會的委員 必須要由原住民族來擔任 您認為合理不合理 包括委員 就是說 關於今天修法的整個大的方向 我們基本上都是贊成 有一些配套的部分 我想在技術上我們可以討論說 怎麼樣比較適當 至於說委員的臨選這個部分 因為他是行政院長的權責 中選會的主委是不會知道的 那當然這個我們當然希望 我們的委員裡面這個 背景多元適合這個社會的這個 實際上的這個狀態啦 但是那個提名 這個權利在議院長 我再請大家來看一下 您剛剛講的字數統計 我只想最後再請這個主委來看一下 原住民族的文字到底有多少字 你們看如果我有一個政見 以就地安置原則解決 河濱部落長期居住問題 這一句的漢字20個字 但是我以我的文字阿美字寫出來 阿美字只有15個字 我如果還想再提一個政見 叫編列預算 禁用專職主義老師 擔任學校及語言潮主義教學工作 漢字算起來29個字 原住民族只有16個字 今年平地原住民的選舉 我們看到這一個原住民的候選人 大家的格子都是一樣的 例如說這第一位候選人 他的政見相對少 他比較精簡 後面有那麼多空白的空格 為什麼不准原住民的候選人 同時並列原住民語言文字寫出來的 原住民主義的政見 這是技術上可行的 並且您說如果有邊教的問題 我告訴您 我這邊提出來的修正案 特別提到的是候選人自己 候選人據原住民身份者 得將其政見譯為一種原住民族語文字書寫符號 並列於中文政見之前 中選會不用擔心 候選人會自己寫 同時要求中選會必須要在中選會內 在各大大小小的選舉之前 成立原住民族語政見的邊教小組 全國多位族語老師 都是各位包括主委您 您的老師 包括中選會的主委 包括中選會所有的委員 必須謙卑地向原住民族語的老師學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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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了解 謝謝 陳怡 Undir vet委員 好 主席有请主委 请刘主委 主委好 主委早 在保障人民罢免权的原则下 有关今天修法的版本 里面其实有提到下修门槛也好 或有关提案成案通过罢免案的这个门槛 那主委应该全部的内容都已经看过 那你有没有觉得比较合理